注意看,这是监控记录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一家街边按摩店内,店主正在收拾着卫生 就在这时,一名行为怪异的女子出现在了监控中 只见她鬼鬼祟祟,左右观望 在确定四周没什么人后,便静止走进了按摩店 店主见有人进来,便起身招呼 然而这位女子并不是来按摩的 而是拿起手中的毛巾开始推销 店主在得知情况后,连忙白手表示自己并不需要 女子见状也只能转身离开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没多久,女子再次走进了这家按摩店 此时的店主对女子也是非常的反感 但此时的女子却表现得非常热情 只见她快速撕开毛巾的袋子 并不断地告诉店主自己的毛巾如何如何的好 见店主不为所动,女子也不再伪装拿起毛巾 不断地在店主面前抖动 期间还将毛巾放在了店主的鼻子前,让其绣纹 刹那间,店主就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对着女子开始不停地点头 紧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 女子在确定四周无人后,只是指了指后面 并轻声对店主说了些什么后 店主便面无表情地向柜台走去 期间女子一直在东张西望,生怕被人发现 很快,店主就从柜台拿来了全部现金 晃晃悠悠地走过去,交到了女子手中 此时的女子非常的谨慎,在打开确定是钱财后 快速地装进了自己的背包 随后她在确定店主身上确实没有其他值钱的物品后 这才匆忙地离开了现场 这一幕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哪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可以为我们答疑解惑呢